呃... 呃...我們 非常的感謝我們的陳佳華立委 還有我們交易部的主任 秘書來接見我們 讓我們感到很窩心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昨天晚上沒睡覺 今天早上一點半就出門了 做兩點的童年到這裡 然後一直延續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的辛苦 因為我們在屏東 我們沒有力量 沒有人要理我們 所以我們不得不到 我們的主管教育單位 來做陳情 所以我們希望教育部 能夠體恤 我們弱勢的團體 能夠落實到憲法第十五條 要保證人民的私有財產權 跟生存權 不夠剝奪 那... 希望教育部今天給我們個回應 如果回應還是個關話 就是說那是法院 要依法行政 他們都沒有辦法 那這樣子我們就等著求 我們每個禮拜二 會給我們一個回護的時間 我們大概就是 那個... 那個12號給我們回護 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16號 23號 30號我們都會來教育部 早上8點靜坐到 早上10點半 我們會這麼的辛苦的來到教育部 唯有教育部才能夠救我們 所以呢 我希望教育部今天呢 就請聽我們的聲音 能夠废止 徵收 私有土地 皇帝移民 保持圓狀 讓我們 好好的過生活 因為呢 我們的建國自助餐 因為當價便宜 所以很多平方弱勢的團體 都到他那邊去吃飯 這個是一個食物鏈 如果他們倒了 這些弱勢的團體 就沒有飯可以吃 一直問我 法院什麼時候要來給他們拆房子 因為他們快沒有飯吃了 到別的地方去 班債都很貴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喊一下口號 本書有真殺土地 還地運營 周春全下長 要下台 下台 周春選校長 周春選下台 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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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 當一個校長 是要教育孩子 要怎麼知恩 圖報 結果你不是 這個 他的祖先 他的公公 陳松茶 今天的三甲多地 他的阿伯 一瓶 一瓶 一瓶才四千塊 強制徵收 然後呢 又 他自己又建築師 被 教室 把屏東高公用起來 結果 你把他整個 整個 歷史 證據 把他抹滅掉 然後呢 你這樣子 怎麼教孩子 要資深 治安感報呢 沒有 把校長 像土匪一樣 要來強制他們 好 我們現在 叫阿伯 來跟我們講講 我整個 要求 整個要求 整個要求 我今天很艱苦 還沒吃 還沒睡 有什麼事 像他這樣 周遜以前 像校長 我吃到七十塊 我整個沒關係 我整個沒關係 很艱苦 真的很艱苦 真的很艱苦 不要這樣 你如果答應說 你求我 我再起來 對啦 對啦 這真的 他這個好處 你沒求 沒求 沒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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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你那樣強制 政府還要說英語 還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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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是要求的 你民主更加到那個 民主進步動 那些多有更進步 退步 退步 啊 幾三兩 連那個 便當都沒踩完 我們台灣來這裡找那個 成交法理的 啊 剛才他也沒有 沒有去 沒有分 他也在去 幫助路試 他真的被我拿出來 還要去 他還要去 他剛才 他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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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貼了 他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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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春節 校長 真的 吃我們吃夠 吃夠夠 啦 你吃人吃夠夠 也不是吃你 觀光的 你就要去 說齁 啊你 人家一塊 一百五十幾票而已 你放我 超過千票的在館 你剩下而已 你還要給我 帶你 一百五十幾票 啊 啊 他這樣 沒那個 就說了 教師 來 其實民事 可以整條的啦 你知道嗎 啊 啊 我有說 我說 你老闆說齁 你的桃生門 那十幾票 你們村的十幾票在那裡 不夠 不夠 我可以拿兩幾票給你們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說一下 齁 我拿一步 你們就不用 這樣到日前來 啊 這樣 大家拿一步 啊 也不像他那種現的 紀民來的 第一個 我們一個十杯 那一杯在那裡 那十杯在那 騎我裡 然後那些是 紀念 開那個 創辦人的 創辦人的 那些紀念 啊 創辦人的那些紀念 在那十條裡 他一天就 就給我 就給我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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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我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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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沒了了 你才看這個人有錢嗎 哈 這個口號有錢嗎 有 你知道嗎 你這樣 人家說的錢 沒有在補 哈 都沒有在補錢 補運 啊 有這樣人嗎 啊 你的口號是怎麼 那個 啊 你 瓶鋼 你瓶鋼有 瓶鋼 有 這個人家有瓶鋼 瓶鋼 當時是把湯龍叫好的 叫那個 教室 啊 他就說 我們達官 自己叫建教師 他在日本時代 就是建教師的名字 我聽著琴棟鋼鋼 唱都他去的 他關帝 關 出錢 出錢 跟他去學校 給他學生 有錢 記住的 啊 今天去 不然 在我們補本 還這樣 向我一百五十幾票 我們這樣存兩百六十幾票 在那裡 都要跟我們拿去 還有這種人 我告訴我 你沒體會有 你幫他散布 齁 世間有這種網 這樣都沒關係 他都不給你居然怎麼樣 他跟什麼的呢 跟我們做的事在賓家製造的學生 這樣走走走看著 他們說 那有他們說的 有夠多人 關那麼多地 他們說有夠多人 關那麼多地 到外面 還要把我們站起來 你叫什麼 這種媒體 這種女校長這種可以用錢嗎 以前是跟他有補的 補的 跟他有補的 補的 補的 對啦 他在補的 他不是補的 補的啦 那是屏東 屏東館啦 你這樣吃我吃夠夠 我像這樣 七個七個 要給我聽 都不說正的呢 都以負責 以負責 他死犯的 你咧不要記啊 不要記啊 去我這裡不要記啊 都說城市 怎麼走 怎麼走 我們還要收購 還要幾百萬 不是還要輸他 好像收購我給我一趟 他去收購我們購的 再購我幾百萬 今天這個案子其實很簡單啦 我們現在就是到教育部 我陪著這些受害受災戶來陳情 就是當年呢 當年這個土地呢 當年這個土地是 當年這個土地是 是這個祖先 祖先捐 祖先捐這個 祖先捐這個紅色的 紅色的地 紅色的地 紅色跟黃色的地 都是祖先捐的 祖先捐的 那捐了之後呢 學校又把這個地呢 徵收 學校又要徵收這塊地 這個訴訟呢 本來是受災戶是贏的 然後學校又上訴 現在又判受災戶是輸的 那這個判立 這個判決實在是很不合理 這個判決實在很不合理 因為受災戶的祖先捐了 八千多坪的土地 給學校 學校不知感恩 學校不知感恩 還要搶他們的地 還要搶他們的地 這種校長 教育部還要用嗎 這真是沒有天理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賠受災戶 希望教育部 希望教育部 要教育 教育國人 教育學子的教育部 要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處理不當 我想很多人是要部長下台的 如果處理不當 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惡的一個事情 當初捐地2.6公頃 然後又送了幾乎0.4公頃 加起來3公頃的地 那我們相信 相信政府 要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他們 在訴訟過程中 以前的省政府 幾位省議員有幫他們協調 本來要換地 本來要換地 但是要換地的人呢 又把地賣掉了 所以他們拿不到地 拿不到地呢 你怎麼搶 學校現在要搶他們的地 好 那我現在請阻密 了解這個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的主心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校長真的是 處理非常的 不恰當 我想補充一下 我覺得為什麼會被司法霸凌 因為他們當初 當初 當初 這一個 這一個蜘蛛餐在這邊 他們270坪 現在的所有全壯 是屏東高公的 他們 這邊有 有三筆土地是153坪 270坪要換153坪 他們也說OK 結果在83年的時候 已經說要開放了 就還給原地主 結果原地主不到一個月 就把這三筆土地給賣了 那法官的意思是說 條件就是說 你的 土地所有權照 建國自治的土地所有權照 是屏東高公的 除非你要拿到 你自己建國自治村的土地所有權 才算數 這就是條件 旗艦戒指就是說 屏東高公把那雙會主地 還給原地主 會子中雙還給原地主 原地主把它給賣了 賣了之後怎樣 屏東高公就沒有事情了 他沒有履約 然後施委 那個法官就說 這樣沒有屏東高公的事情 更有可能是這樣 我今天如果沒有家 我告訴你 我怕怕怕怕 結果 結果 你現在把土地賣了 我才土地賣了 這樣說起來 屏東沒有事情 既然判我們輸 司法罵人 司法就既然判我們輸 然後叫我們蔡屋 騰騰空 然後黃帝給屏東高公 有這一個事情嗎 然後呢 屏東高公還有國教署 今天早上說 依法行政 因為法院是這麼判的 他們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我們就是靠教育部 教育部是他的老闆 今天教育部如果沒有出屏 我們怎樣 我們要來開關 我們要死在教育部的前面 我們會說到做到 因為我們已經無路可退了 我們僅存在那邊生活的 的草產權跟生存權 僅有在那邊 當我們趕走了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只好 到處的讓 我們沒有地方的讓 我們只好到教育部這邊來 二死在這裡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 我們就只好 來 當時是地地換地 沒有用啦 就給我賣地 他的所有全桌子來的時候 那個地址已經賣掉了 你平工啊 平工啊 政府也都是一樣啊 你要 是不是要給我呢 那個地喔 出來就是要我們的名字 就是這樣 給他 毀掉了啦 啊這個校長喔 就這樣 7月1號就要給我拆乎了啦 對 對 要換地喔 換不 對不對 他說要拿 副新南路 我們有的要換 這還沒有 現在都 那些人都要 唸 有餘的 他就要給我拖地 還要給我拖地 那些人 還要給我拖地 還要給我拖地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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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說 只要脫帝 無情無疑似心愛的行人 可惜我這個命的 我想在那間 要兩三腳踝 我這個情形說 現在有這麼帝嗎 有害羞嗎 結果要跟我們看著 要爭奪輪體這樣 他爭奪三遍這樣 要教委 總統不知道他 我們 行政委員不知道他 順便不說他 我們現在議事在那間 嚴重 我也不良意 先你很愛 現在腳踝的鎖鎖 我們要創一個鬼啊 要把我叫你帶給你死死的 我給我帶給你 改革點啦 市政這樣 你如果走到七十幾歲了 為驚慮孫打拚沒關係 不創一隻而已 你如果沒有結束你的生命 你驚慮孫喔 在台灣也沒辦法買出啦 三百千萬買到我們賓都買什麼地啦 我一間公務 兩六七百萬的 騎街都千四五萬 拜託我們民主 幫你幫幫忙一下啦 拜託一下啦 好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第一個陳情書 那我現在陳情書 他講說他要十六公尺 加園三公尺要給我們 好啦不用說了 來 今天我們會遞陳情書 今天切得非常不錯的 感謝陳家華立委 那我們的主民也這麼熱心的出來接待我們 我們真的很感動 那我們希望這個遞的陳情書 希望今天就有成果 那還是 我現在是遞給你 然後我們再進去談好嗎 來 你說一下 主民 你說 來 啊 又要遞一個陳情書 來 講一下 請部長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呃 行政機關他 他也走到這個地步 但是剛剛聽到 那個我們陳立委還有蔣議員 還有蔣這些 到底是狀況要怎麼樣 兼顧情理法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 再看看怎麼樣來妥事處理 麻煩一下 情理法 當公路人員都是要依法行政把法放在前面 但是我們希望情理法 我們希望我們教育部是一個教育單位 能夠把情放在前面 好嗎 好 那 那原則上我們就 謝謝 謝謝 謝謝媒體這麼熱 然後來到這個現場 來關心我們 說真的 我們要翻身 只能靠媒體 因為只能用語論的壓力 我們能夠用語論的壓力 還有政治力的介入 才有辦法讓司法翻轉 要不然的話 他們說 走到這個地步 那個已經第三成定業了 我們已經沒有上述的計業了 所以 麻煩一下 我們就 依靠媒體 媒體 曬哥 美女們 來幫我們的忙 要不然我們 說真的 在屏東 我們真的也沒有 沒有力道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上台北 來自力救濟 好 謝謝 謝謝